這是阿聯游的亞布澤比亞華特球場 這個球場可以容納18000觀眾 亞洲電視本港台全程 將會直播中國餘下的亞洲推10場賽賽事 分別接下來主場會對亞曼 另外主場會對卡塔爾 除此之外一場球場會對卡爾爾 我們一看到雙方球員 已經在球場上準備就緒 比賽等球員一聲響就開始了 兩隊的球員在球場上 已經在大家互相激勵 發生的是阿聯游的球員 我們看到這球是球證 就是來自亞馬加的比達加斯 這個球證其實原本這場賽事 不是他執法的 較早前其實國際足協 已經安排了美國籍的球證來執法 但大家都知道 美國發生了飛機 撞世衛大樓的情況 所以改了是由亞馬加的裁判執法 三個都是亞馬加的執法的球證來的 這場球 我想即將開始了 剛才看到還有荷蘭的教練 他的壓力很大 沒錯, 荷蘭的教練 其實這場球正式是以主教練的身份 來執教這個亞聯游出賽 從這個教組之前 他們亞聯游的成績就一般 好, 我們看到中國隊的教練 南斯拉夫籍的米露天露域 結果是由荷蘭的教練 雷斯來執教的 看到球證 看到神情也很嚴重 很認真 準備開始執法這場賽事 一輩子已經準備就緒 球證計勝向中國隊 首先是開球的 螢光莫右攻左就是中國隊 對 紅衣、紅褲就是中國隊 白衣、白褲就是阿聯游的 白蝦德 大腳就馬上送船 對 這球球雖然阿聯游是白 馬上第一時間 但是看到了 龐正的旗旗 一早就舉起了 越位 反之是 那是中國隊的老大哥 白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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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佛球 小小小的送船 給了自己的隊友 雷哈爾 仍然是雷哈爾 馬上送到前面 但是看到這裡 已經被李哲在這裡截了 對 仍然有機會 在左邊看看這個球怎樣 他們又猜了 看來中國隊 這段時間都挺定 盡量拉空對方的 黃手的後衛 慢慢保持這個空球圈 別相信 米露天頭域的部署 都可能是這樣 黃仔是嗎 其實雙方面 他開頭這幾分鐘的打法 大家都看到 就是說 他們都不是太過心急 在開頭這段時間 大家都是比較穩陣 那我想就 看看打下去的時候 看看大家 哪個可以找到機會 是可以 找到差點 射球或者入球 就將形勢改變 剛剛看到 中國隊搏到一個佛球 助攻的楊博 在左邊偷進去 就是搏到一個佛球 好, 看見守門員 聯誘的守門員 艾徒拉很緊張 叫自己的隊友 盡快排好人場 可惜 中國隊的左後防球員 胡誠英 因為上一場球 兩黃一紅的情況下 這場球不能夠上陣 不是這些球 在很大程度上 要去處理 所以說是中國隊的佛球專家 但現在看球球是誰去踢 一且馬直射 可惜是高出了 好, 首先我們說說中國隊的陣容 守門是安齊立的 這球球是高出的 後方四圓大將分別有 孫繼海、范志毅、李偉豐和楊博 中場四個榮球員分別有 李鐵、李小鵬、馬鳴宇、祺宏 至於前方方面有郭海東和楊臣 剛剛躺在地上的馬蘇德 這個時候被中國隊的球員碰一碰 碰一碰, 碰一碰 他掩著臉 但沒事了, 比賽已經繼續了 這球球剛剛大腳減掉的時候 看到有爭執, 有一點誤會 但看來這球球 從正面都被吹罰了 球門球, 反之是 傳繼海大腳送去前場 看到了, 托海東想去追 好可惜那球太力氣了 荷蘭直的教練呢 我相信他也很緊張 因為這球球呢 如果阿聯優不能夠贏 他出線的機會呢 可以說近乎是微乎其微的了 所以這球球我看他的部署呢 我想他會搶攻 安仔, 你同意嗎 我同意, 為甚麼呢 因為他如果在這球球 不能夠在中國隊身上取分的話 他對出線的機會呢 相應是減低很多的 所以這球球對他來說 我想是跟中國隊相等於這麼重要的 大家都希望贏這球球 中國隊呢 現在仍然在後半場是慢慢猜 楊撲, 左後房的球員這球 馬鳴於回給他 很有耐性在後面是慢慢猜的 絕對不急, 李偉鋒 凡志勢 右邊就是孫繼海 這兩個都是在英國踢過球的球員 其實呢 今天中國隊裡面 幾個球員都在外賺過吃 所以他們的心理質素 比以往見到的中國球員 是比較穩定很多的 有機會了 推順就可以射 看看球證有沒有出發 球證沒有出發到 差點又被奇弘搏進去 給他一個直線 看來得到很漂亮的位置 凡志勢好定 吃了位置才給自己球員 連球都偷了 開球一陣子 似乎中國隊呢 都是踢得挺有信心的 馬鳴於比以後又再猜 看來呢 中國隊呢 就是慢慢把時間控制自己手裡 一點都不心急的 李鐵 右轉方向 揚撲 比較直線塞進去 但是給不到自己的隊友 轉球的球證已經吹罰了 其實短短的幾分鐘 大家都看到 那個節奏 就不是那麼快的 相反我覺得 中國隊呢 如果是比較心急的話呢 對他們反而是無理的 因為呢 如果他壓著這個阿聯酋來打的話 阿聯酋的防守 人數和防守球員 會比較密些 對他們的空位反而不會那麼多 你絕對同意這件事 安仔 我看到其實 情況也都 暫時發展的情況 都是正如徐國安所說 但是相反而言 阿聯酋也都在後方 是打得穩打穩摘 也都不敢說 茂柔然事實上 上一場球 他們是作客輸了3比0 所以這場球 某個程度上 在球員的心理方面 都不夠膽地說 一開始就狂攻他 他們的教練 上一次還未被解僱的教練 他都承認 他的戰術運用錯誤了 這個時候 我們先補一下聯酋的出場 首員是17號的艾杜拉 分別有2號的伊比謙 4號的法哈德 6號的賈利爾 7號的阿姆特 8號是阿耶沙爾 9號是莫哈特 12號是雷哈爾 好, 看看這球 我以後想說硬闖過去 但是厲害 是, 中國隊的球員 李偉峰新營救 得住他 十五號的馬蘇德 馬蘇德被譽為慢鏡看 一斬馬馬蘇德一浪 李偉峰厲害 快步一腳一腳 一腳, 塗了底線以外 馬蘇德速度相當驚人的球員 馬蘇德 馬蘇德 各球斬出來 沒用 楊神連防一球解圍 仍然落到阿聯 又球員腳下 再斬馬蘇德 沒用了 這球球也斬得不夠高 過不了尊重隊的球手又圓 好, 尊重隊的反擊來了 王海東 打傷了, 連著右路 但還沒見到自己的隊友 算了, 有了 他們來 played 馬蘇德 馬明 Dutch 馬電視 馬上被捍投石 馬明明 本身 馬明迅 馬明 말� 馬明 anchor 馬明迅 這個情況是有利的 就像剛才這球球 就可以製造一個射球的機會 給孟姆指引他出來 是吧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兩隊都好像這樣踢 兩隊都好像想突擊 引對方出來有空位才去 現在又有機會了 應該在後面踢腳 看看球證有沒有吹佛 這個球證沒有吹佛到 精華就是一個機會 如果推進去就已經有機會了 川雞海 拿得漂亮, 還轉身 蓋洞, 近地給川雞海就可以射 剛好被對方的後衛 二號伊比謙刪倒 中國隊的第一個角球 慢鏡再看這球球 蓋洞傳給這邊七號後上的孫繼海 一控順左腳就試射賣 可惜被對方的球員刪倒出底線之外 其實也看到中國隊的打法 就是後場很穩陣 但一過到前場或前場 截擊對方的球的時候 就反擊了 進攻的速度相當快 希望盡快爭取到有利的位置 和時間爭取入球的機會 好, 看到隊長馬鳴宇 今天兼負隊長的責任 較早前很多人都說 范志毅連隊長都不做 就給郭埃通做了 這場是馬鳴宇, 郭埃通 看見郭埃通, 看見郭埃通開得很漂亮 阿聯酋的防線上出現了一點漏洞 竟然零零射射在中國隊的球員逃脫了 慢鏡看 絕對是黃金機會, 郭埃通 完全空曬 但沒想到在沒有人壓迫之下 升起的時間升得不漂亮 人家已經下來才能頂到那個球 頂到那個球底出界 這個黃金機會, 中學隊雖然浪費了 不過看來已經證明中學隊有機會在高空球中找到好處 因為上場球阿聯酋的高空球應付防守方面 不是那麼好的 比賽已經打了整十分鐘 記錄仍然是0比0 想說你們現在是有入球的 但賣面機會見到剛好 聽郭埃通的郭埃通 有一個黃金機會 可惜是錯失了 好, 你知道 但上位是一個快的斜絕 又被對方在中路的地方 是截了壺 雷書德給了那邊的馬蘇德 又傳到後 阿聯酋也不敢貿然 立遠是… 說將進攻截走推得太快 後場找到機會才會傳到前面 可惜這個球又被孫季可以截到 傳到中場的鯉鐵 鯉鐵慢慢來 亦不是不跟你急 對, 傳啟開 真是的, 節奏很慢 除了說比較慢 我猜中國隊也有一個隱憂 就是他看上一場 阿聯酋對烏茲捏克的情況就是 阿聯酋偷雞, 進了一球球後 烏茲捏克很難把 死守的情況 令它不能夠進球而輸一場比賽 中國隊就不想說有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他們寧願節奏慢一點 也不想好像被人上一場同樣的情況 看來大家可能會感覺到 有些好像以前德國的踢法一樣 很有耐性, 慢慢猜拳 盡量到機會才上, 是吧? 而且我想客觀條件 中國隊現在的排名 他們現在第一位打少人一場 得失球好 就算這場球贏不到作客的情況之下 打和, 中國隊仍然是一個好好的優勢 我想他的教練, 這是部署也不一定 所以相反來說, 阿聯游應該會心急一點 為甚麼呢? 他這場球裡面 他希望一定要贏 因為如果和來說 對中國隊比較有利 所以中國隊的心理踢法就是 我寧願慢, 我不先失球給他 對中國隊的情況是絕對有利的 剛才看到, 阿爺沙爾想去的時候 又被中國隊的防守 他連快捕了中國球 撞出橫邊界外 正如徐國安所說的 這場球, 阿聯游其實應該要緊一點 因為不要說和 這場球就算贏了接下來的賽事 他們也不能說有甚麼大業 因為這場球對他們來說更加重要 贏了還保住一線的希望 如果和的話 其實可以說已經失去了很多出線的機會 這場球就算是很累的了 嚴格來說, 他這場球如果是輸了球 我覺得阿聯游的出線的機會 已經可以說是無影制了 因為他的分數要差距了 而中國隊只要拿到一分 在接下來他還有一場對阿萬 那場賽事他在主場挺有好處的 好, 看見左腦 阿明豬的腳踏踏踏前面 聲音已經去了, 這裡已經有人了 模式右比 兩個夾手夾腳中的球 是假如二球球看會不會出發 沒有吹發, 因為仍然看見阿聯游 拿回球 但是厲害, 中國隊的球員仍然上回 好, 到阿聯游的反擊的機會 想說送, 沒甚麼力氣 幸好, 看見這邊, 厲害 孫繼海包回來中間 把球結得到 但是這個時間看到球整員 原來已經在中場吹發了中國隊的球員 好, 送中路 沒有一個撞場, 給予阿特 幸好, 球剛好被他大力了 仍然在阿特追上 想說去的時候, 狂困 跌倒了, 但球證沒有吹發 我只看到他壓力 這個時間, 前場壓迫得比較緊 現在是… 幻鏡, 看看這個球 十九號的旗魂 在後面硬硬撞過去 九號的摩哈特 現在球證是吹發了 我想開球十多分鐘 大家都是試探的性質 我想這段時間開始 大家賣牙 肉搏的情況已經出現了 而且上下的聯酋 也不能讓時間慢慢地消失 九十分鐘的賽事 就好像對他們來說 一定要可以勝不可以和 好, 差不多是 好, 打腳踹馬 沒有人, 但也不敢怠慢 中國都是防守球員 一球一頂出來 兩臣, 奧返給郭海東 這個球剛剛力水很麻煩 幸好郭海東仍然很弱 因為中國球躺出來 仍然是郭海東 假動作, 郭海對手仍然在左腹位 看著, 想說斬不斬得住 但後來你這次上來 弄個硬石號的時候 這球就炒了球的底 剛才我們看到 如果海東可以是 比起左翼位的隊友 相反可以有機會 從底線出一球出來 是做一個攻門的機會 他選擇是被後上的李鐵射球 看來其實可能是他自己的個人選擇 理論上, 如果那些球 如果能夠去邊, 落底線出球 看阿聯酋他們的後防 應付高空球的能力 似乎中國隊是很有機會的 不過或者他自己的信心太大 也可能現在的心理壓力沒那麼大 可以做多一些選擇 或者後上的人叫他也不一定 不過剛才我們看到的鏡頭 就是剛才阿聯酋的佛球的禁區裡面 我就想起一件事 有些擔心 中國隊今場的門將比較新 那球球其實我很相信後衛 解圍的時候 那個龍門可能沒有叫他的手門員 如果有叫他 可能不用解圍 只可以漏了出界都可以的 那我是小小今天中的隊 我有點擔心後防 就是門將比較新之外 其他東西我不覺得他會有大問題 這些是防守上的默契 如果守門員 其實通常這些情況 守門員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責任 就是說球是不要或者解圍 但是那個情況應該是不要才對的 我看到荷蘭城的教練 雷斯第一場執教亞聯酋主教練 之前的只是助教而已 他誓言或希望他在東南亞 亞洲已經打滾了很多年了 希望藉著這場球 或者藉著這個機會 跟自己打向明星 好了, 佛球歪馬, 有機會了 這球球開得很漂亮的旗魂 可惜對方的防守球員 亦在夾擊之下 這球球看到郭愛東 亦不能夠中球頂中路門 是讓對方先解圍的 剛剛滑到, 你說滑不到就大件事了 但落點就很漂亮, 這個球 落點其實如果是稍微高一點 已經到了, 那個機會已經 那麼, 起碼看到一件事 高空球中國國家隊是有機會的 那麼現在這個角球 這個四球是中國隊的 第二個角球 不可能又有機會了 其實過去四場的十強賽事裡面 中國隊呢 他們有不少的入球 都是來自這個高空攻勢 以投球攻入的 好, 看看這球角球又怎麼樣 好, 奇宏, 四球球落點都很漂亮的 好, 太鐵門了 搜盟完的艾杜拉很輕易 出道六八點 雙手把球接住 但是看到雅聯和球員 亦不急著散出來 變成艾杜拉拿著球 想說快點扔上來也不行 叫他大腳踢上來 這球球比較頑皮, 你的衛鋒 想說到比孫繼可, 到後不到肺 結果看到阿姆特不斷擋過去的時候 差點擋得到 對,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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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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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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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中國隊又路後防的一個界外球 孫繼可一丟丟丟進來 看到馬鳴宇走到這邊 拿回球再傳給李鐵 轉方向了 左邊的楊撲 馬鳴宇走, 輕輕地扔給李鐵 馬鳴宇, 某場真的一點都不急 看到中國隊 相對來說, 由於阿聯酋的防線縮得很後 縮到半場來防守 這球球傳到前場 楊臣回到後 馬鳴宇, 把後上的楊撲 兩下假動作 出不了右腳再調過來 這球球很一般 最後看到2號的伊比謙一撞的時候 其實球球已經被中學到的球員 散出底線之外 阿聯酋的球門球 看來球員的動作也很慢 其實在賽前大家都說了 擔心中國隊會不會去到… 阿聯酋當地的溫度會高呢 其實說今天的溫度 其實最高當地的溫度是37度 但是晚上已經轉涼了 其實理論上中國隊的球員 應該是絕對沒問題的 看看阿聯酋做了這個攻勢 現在在左邊 18號就是下凳 一邊轉方向, 又再猜拳到右邊 他們的打法就很喜歡 猜拳了之後就在中間突破 看看這場球會不會改變一下 15號就是馬蘇德速度很快的球員 但是這場球 所以中國隊絕對沒有給他空位去撒 由建方向左邊, 下凳 仍然中國隊很有耐性 每個球員是頂住那些位置 不給他們機會找到空位在裡面 有些機會, 有些危險性 看看飯志誼能否包到 能包到那個球, 太棒了 包得快 18號是下凳 這個想說在落底線 過不了飯志誼能包過去 亦都很棒, 省中它, 彈出界 機會來的, 如果飯志誼包得慢的話 中國隊可能是受到威脅的 川繼海 看來前無去路又慢慢猜拳了 沒錯, 真的要回到後面 效力水晶宮的飯志誼 飯志誼為了這次代表中國國家隊 其實他在水晶宮都遇到很多問題 現在水晶宮後方就欠缺了他 而他甚至可能是被扣錢的 陽神精華相轉身是轉不到 就被地方偷到的球 同樣道理, 他們又在後面猜拳了阿聯遊 其實兩隊的節奏都是差不多 從來看見中國隊 由一開始, 防線推前了 看到可能就說開過這段時間 阿聯遊好像又沒甚麼料到 不妨把防線推前一點 在前面逼他來踢, 有機會的時候 好, 這球球阿聯遊又露的攻勢 楊霍扯戰者走 中間傳來是海海 所以這些球沒甚麼用 很努力, 看見阿武章仍然上去追 但追了他的武力 輸出, 計開得很棒 得住位置, 也追 讓球流出界, 界外球好過了 球證就吹佛了, 這個球肯定是中國隊的佛球 在中圈 安仔, 其實呢 中國隊這次的陣容有幾個球員出外賺吃過 也有些現在在外國賺吃 其實這件事是否會對中國隊的球員 心理質素提高很多呢 這件事絕對對他們有幫助 因為他們在外國比賽 已經習慣了一些比較高水平的比賽 他們不會再有以前的心理上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出外賺吃的球員 在國家隊裡絕對是很大的幫助 好, 看看阿聯酋這個機會又如何 玩來中間 幸好沒有對方的球員 阿聯酋的球員到這個球隊 也有一點漏洞的, 看來 但是這次中國隊逃過大難 但是仍然阿聯酋控制了球的控球拳 馬騷得, 有點脫腳 仍然被他釣到過來 孫繼海先擺住位置 國球, 阿聯酋的國球 上半場阿聯酋的地國球 馬上開出來, 很快 轉右的球, 幸好這個球是三合山倒 但是中國隊可以解圍這個球 但是有點大意 伊比軒, 馬騷得來的 想自己去, 仍然是伊比, 馬騷得, 又過了 可以彎出來, 但是過了, 落點不太好 左邊就是… 轉右, 中間就起腳射, 球很在地射 十二號的雷哈爾這個球完全是… 那個步都還不適合, 因為他經常有點心急 吃得那個球不好 似乎現在好像… 阿聯酋開始在兩邊做到的功夫 好, 相反, 我們可以看得到 中國隊事實上是有一點隱憂 就是這個門將在一分鐘內 有幾次的決定都有點瑕疵 可能對於他比較新, 和經驗沒那麼好 是有關係的 好, 剛好看得到這球球 楊神強硬整個被撞倒, 整個被撞倒了 球證馬上吹罰了 其實剛才說正話的情況 中國舉了防線除了安全問題之外 較早之前也有消息 反之是孫繼海的球員也有點傷在身 但這球可以說是相關關鍵 實際上如果這球再贏了的話 其實中國隊出勝的機會 真的很大很大 變成這球球某個程度上 他們要扎著也要踢 希望不會影響那麼大 但我有個看法 就是剛才他們左後防的地方 楊博這個左後防的地方 我發覺他的速度和位置感不太強 比馬蘇德在右邊 有幾次機會在那邊發難呢 這個可能是中國隊要稍微留意的地方 無可否認 阿聯游是這個15號的球員 馬蘇德是比較有威脅的 但我看是由於他們的節奏 看這球幾乎是差一點點而已 沒錯, 這球球看到李偉豐 跟對手8號的阿爺沙爾搶頂的時候 似乎位置不太好, 被對手搶著了 那球大家一撞, 零空的時候 轉身也看到阿爺沙爾是快一點的 反應快 安琪其實這個時間出來 實際上應該是有些問題的 如果這球球頂中 這球球不應該出的 但他出了之後又退得不夠快 如果這球球中的話真的會輸得 其實之前已經發生幾次了 就是他那個在後面的指揮能力 我相信的, 可能還是新的 當然就說在賽前 教練的米露天奴 就給他十足信心 但我們也要承認 就是一個新的球員 始終是經過一個過程才可以成熟 希望這場球的出賽 就可以慢慢減少 適應了比賽的氣氛 希望他可以發揮自己的水準 加油, 加油 李衛鋒, 質疑是這邊的孫繼凱 望下前面比不上 想起中間李鐵 再給一間孫繼凱 看到阿聯遊二、四、六、七、七、八 就已經回到二馬以內的地方了 中國隊一定要更加有耐性 馬明宇, 右腳堅壞, 有沒有機會 大圍回來 還有, 陽神轉身就是半車身 但沒什麼用 然後落在中國隊的球員槍下面 李小鵬這球球一扣 很可惜, 不用了 又落到孫繼凱 一個撞場, 能否落到底線? 這球球是五五球 最後一撞, 看來孫繼凱 是中學球踢出底線以外 對, 阿聯遊的球門球 阿聯遊這球球在這場比賽裡 都看得到 其實不止這場, 上一場也是 他們的回防是相當快的 可能教練的戰術上需要 對中國隊他們佔不了什麼甜頭 他們就以手為功靠突擊 希望可以賺到好處 其實現在所謂現代足球 不是防守球員 其實中前場的球員 當一失球失控球拳的時候 理論上也應該盡快回去防守 但阿聯遊這場比賽正如 徐國安所說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回來回防速度是相當快的 怎麼會對方更迷信 阿耶沙爾, 想說去的時候 剛剛看見孫繼凱 所謂計算一下, 球證吹罰了 吹罰了, 你看見 七號的阿武特有脫端 正中學隊在球場上 再瞬位的時候, 被他撞撞 球證亦馬上吹罰 慢著再看 不要看, 李偉峰已經擔下半邊位 想說要去, 但武特就不管了 給球去還是不讓人去 楊波, 今年只有23歲, 楊波 雙方打到現在好像有一個特點 除了開球分多鐘 大家吊兩腳快的上去前面 在後場也不會快, 也不會特別快 可能雙方的球員也回防 相當快, 前場的空位不夠 貿牛連跳的球上去實在沒什麼好處 打得出來, 又是落在阿聯酋的球員腳下 雷哈爾側在中間 想說要給雷哈爾這球球 有, 正在幫忙 這球球出現了 他現在是藉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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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武特星發訓的時候 看回旗雲數數他 剛才馬上吹佛還給他王牌 旗雲其實較早之前的賽事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已經有一張王牌在身 如果他再拿一張王牌 下場球他將會不能夠上陣 已經肯定了 他下場球已經不能夠上陣 這次這個王牌 就是他第二個王牌 這個佛球開進去 幸好他不能夠上陣 就要轉身擱著 不要讓他出球就行了 但是仍然讓他回到後面 再踩到中間 看來又會… 來個軟射拉過去 可惜玻璃也太棒了 這個組織其實已經做得不錯 阿聯猶似乎 中國隊出來撲出來外圍的人 就不太夠 幸好玻璃也太棒了 這球球也是這場比賽裡 這是第一次射中陸門的射門 對, 正正式式的射門是第一次 似乎這一刻 我們開始在過去的十分八分鐘的感覺 中國隊的後防 今天並不太可靠看來 有多少個漏洞在這裡 尤其是應付他們個人突破方面 是否應付得那麼好 好, 先看這個進攻 撿到後面, 馬鳴宇射中 盧門看見 艾套拉也接不到 這球也射得很厲害 如果有些角度 我想艾套拉也有懷撲 慢鏡再得 馬鳴宇一拿 立即阻礙他就散過去 可惜沒甚麼角度 勁度相當足夠 看到艾套拉也接不到 好球一副之下 直到自己面前 我覺得阿聯友 在前場好像現在的時間 佔到優勢 某個程度上 中學隊的球員抹得不夠甜 很輕易 拿著球轉身 給他下去 好, 這球球很大力 見到八號比這球 就是二人三十二 可能有轉數問題 因為中學隊上 無處拿 好像從這個角度 這球球就越來 但基本上 中國隊的後防 都是縮得比較厚 而他們可能不想 中場和後防 那個距離太遠 所以縮得很厚 就變得造成很多空間 給這個阿聯友的球員 推進去 還有很多自由度 很多時間去想 安長, 你同意 你同意怎樣 我看他們那個 中場那個 截擊的情況 沒有以往是拍得那麼緊 他們可能是 教練那個指示 或者是情況 我們就估計不到 但是看他們的打法 就是說 他們是會容許 把這個阿聯友的球員 上腳 他們是縮到後面 等他們來的 所以在阿聯友控制那方面 尤其是現在踢了二十多分鐘 他們入局之後 會自然很多 以及找到很多機會 開始有點被威脅中國隊 就是回應剛才陳炳安說的 可能中國隊是想引他們出來 不過可能在處理 引了他們出來的時間裡 那個讓他們的空間太大 造成讓他們有機會突破 或者這方面要改善一下才行 還有中國隊的突擊也要加快 像這些球放上去 就要看看能否去得到 要去得到 仍然可以 對, 郭海東 過了 仍然可以計算 看看球員有沒有吹發 沒有 有 但是黃牌就給郭海東 好 好 這球球是偷雞不懂蝕蝦米 可以說 郭海東是插水 不同的事情 說他是插水 給他一塊黃牌的 有機會看看有沒有盤鏡頭 看看這球球到底是否插水 盤鏡頭看看 盤鏡頭看看 硬是有動作的 硬是有接觸的 肯定是有接觸的 但是… 是不是郭海東 因為導致到完全整個人跌 沙爾球精 認為他這球球是純粹插水 真是值得大家研究一下 我相信安仔很清楚 你們倆踢過前鋒 去到那些位置 你一困我當然會跌 問題就是跌得很沒看 好了, 楊晨 迫著對手掌解為臉 想拿回仍然撞上來你 這球球也不想上去 是李小鵬 他一圈一匹 就覺得他在前鋒 也很想見到前線的球球 也不太動弄 難以待這個球球來踢 這球的威脅力 令他們就不算了 相對來說這球的話 沒有大作用 沒錯 我們看到中國隊在進攻方面 也不是太多坦苦 只是到蓋區頂的時候 都是找前面兩個箭頭 希望斬過去 用頭脫攻門 或者希望大家去混亂的情況有甜頭 我覺得這樣打法 他們想希望入球的機會 就會比較困難 因為如果他們用兩邊球員 由後面或者翼翼 從兩邊去製造斬球 我覺得他們的機會更熬 還有一件事你不知道有沒有來意到 似乎每一次前面的球員拿到球 一定要上腳 和後場或中後場的支援給他們的時間 是很慢的 很多時候他們要上腳拿著球 或者要強行自己去 或者要等人上來幫他 造成他們不是有太多的空間 這些是需要時間 我想需要時間去改善他 這球球的楊神想強行去結局 駁到角球 六號的賈利爾 所以要躺到盡頭 最後把球踢出底線外 角球其實中國隊也不少 看看可否利用這角球 可以製造更多威脅 事實上 其實以身材來說 中國隊是佔了一定的優勢 你小朋友就站在龍門口上 站在龍門口上 上海新花的球員 好, 前柱落 滑倒, 這球球以為滑倒 但最後見到八號的阿爺沙爾 回防中國球頂出底線 再一次中國隊左路的角球 慢鏡看看 前面確實以為滑倒 原來差一點點 回防的阿爺沙爾 先一球解圍 二球… 好, 仍然是奇魂的角球 斬出來, 厲害 大道拉的雙鎚打出 戴為戴不遠 這球球看來中國 也沒機會逼迫他 你見到馬鳴宇死也纏著他 再來, 厲害 還有一個… 這球球有動作的 投正似乎先吹罰中國的舉賽 這球球 這球球已經打出界了 但我們實際上真的看到 阿聯酋的球員 是手部的動作打過去的 反正是一球解圍 李鐵再一球點回後 李衛鋒 李衛鋒 楊博, 看一看前面 不准了 踩到這邊的奇魂 雖然天氣沒有之前的軟氣那麼熱 但我們看到球員 說頭髮整個都濕了 其實我相信來說 起碼都30度以上 一看這個情況 再加上你看到他們的節奏 都比較散為慢了一點 所以都會受到天氣 的影響 絕對看來有這種情況出現 而且你發覺中場拿到球 比上去 一比上去 對方有五個對方的效果 而自己只有一個前鋒 沒甚麼支援 現在就去到阿聯酋 拿到機會給一個直線 幸好球給一個直線 安琪這次聰明 早就出來了 要很留意這種球 我想中國隊 好球 又再拖慢的節奏 又再拖慢的節奏 又是中間的鋁鐵 又回給鋁鐵 又回給鋁鐵 鋁鐵慢慢再給回來 拿得好看 貼了下來貼得好看 貼得好看 貼得好看 但彈回後面 前無去路就不再駁進去了 先拖回後面 再轉回中間 又做個狀況 看一門去 沒有人走位 正常被拖了就走 但可惜可能真的累也不一定 可能天氣影響 比完球 自己的心態就好像想 我停在這裡 結果就沒有走位 事實可能天氣 令中國隊的球員 有點不適應 現在看到他們每個人的步伐 開始好像不太上力 有點累的感覺 某個程度上可能是中國隊的中後場 太穩妥 很多時候看到這個球放上前場之後 都是只有一個、兩個 要等很久才看到第三個或第四個出現 正如現在Sammy所說 支援不足夠的情況下 很容易被對手搶走的球 這一點對於自己製造機率方面 又是做得不太好 不會有那麼充足的球員走位 隊友走位,要製造更多機會 某個程度上,前場球員拿到球上去 我不一定說我幫他 不一定說我要死下底線或是否賣 我起碼要接應他,轉方向保持球 總比自己的球員好 只有一個、兩個對著別人 一個、三、四個、四、五個 更容易失去控球權的對手 好,上本場已經打到40分鐘有多 記錄仍然是0比0,雙方未開記錄 嚴格來說,雙方算是有入球的機會 正如郭安東接應,一球是全中球 對手也有一球在門前 守門員衝了出來 但球一定是頂高了 中場又被阿聯酋搶到 看來中場的優勢 阿聯酋暫時那場的場面都好像是好一點 好,楊珀被對手過了一射 安琪托倒了 再散過去,幸好安琪回身快 是,500號的阿耶沙爾 看見安琪接著的球仍然掃進去 導致李偉鋒跟他有些爭吊 但這個時間看來沒出力,還沒出力 慢著看看楊博比15號的馬蘇德 這球過得到,射到 馬蘇德開球前已經說 球員速度相當快 接到了嗎?看見了 阿耶沙爾再踢過去 阿聯酋暫時,還沒出力 但看見跟李偉鋒倆有些爭吊 剛剛又看到一次 就是楊博那邊的左後防有多大漏洞 每次都有機會讓馬蘇德推過他出球 相信包抄那邊 我想以范子藝的經驗 應該現在開始多點留意那邊 因為每次都能進去底線 看來這個情況 也可能刺激起阿聯酋的士氣 有這樣的中國隊 一會兒真的要用心 在集中精神,在防守裡做得更好才行 李鐵,又是慢慢踢了 真是好像每個人動了 比了球之後,動的位置都很糟糕 大家都是慢慢踢,楊博 馬明宇又回給他 右轉方向,李鐵 右轉方向,右轉方向,再左轉 右轉方向,再到外iques 吸過了,但不死了 右邊,孫繼海 還有機會一線就有了 1比0 終於在邊線出球 接著後面蓋入了19關的奇幻 後上的球員認識的位置很漂亮 安姐,是嗎 這個球,他入攝的時間 和孫繼海出球的時間是相當配合的 那個後位就是因為 無法計算孫繼海出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他等到球來到 他才可以去頂 但是頂不到,因為位置是不對的 依球球可以說是很決定性的 放的位置放得很漂亮 放的時間也放得很漂亮 終於是要靠邊線出球 而且你可以留意到 阿聯酋的後位也挺大意的 依球球完全在盲眼的位置 看不到他放進去 這個球球臨上半場入球 中國隊就不同了 整個形勢 我想中國隊就很有利 在再往後的比賽裡 阿聯酋來說 他一定要盡力去反撥 所以對中國隊來說是相當有利 也很肯定 這個角度看到絕對沒有越位 因為球是離了腳才進去 這個做得非常好 陳兵安 陳兵安,原來這次世界盃外圍賽 中國隊入球球大部分不是前鋒 沒錯,齊宏也進去 在這個十強賽裡的第三個入球 前鋒反而只有一個… 一個入球就是由郭海東 上一場主場對阿聯酋的入球 但大部分其他前鋒都沒有入球 還好笑 范子爺和李偉鋒的一個中路手掌 是加上入球四球 證明另一個方向的底 就是前鋒肯拉開 要靠他們蓋進去 證明剛才我們說的也對 因為剛才他們的中後場 沒有蓋上去 所以就沒有叫鼓能力 但現在他們肯蓋上去 就已經駁到入球機會了 好,看看阿聯酋落後一個情況之後 是怎麼想辦法的 因為這場球… 不到他們想 現在落後一球 一定要加強壓力 爭取主動進攻的了 好,這球球踢起來也輪輪盡盡 雷哈爾給了中國隊的球員 好,李小鵬 你急,我就不急 望下前面一趨勢 分為中間的李鐵 但這些球是醫院球 好,球去勢又慢 李鐵也在這裡等球踢 差點給對手後面 後面走上來打荷包 李鐵仍然拿回球 彈到前面 楊塵也懶得你 你也懶得你 第一時間撞到後面的馬鳴魚 好,奇宏 這段時間其實嚴格來說 也可以說中國隊可以慢慢保持球 因為發定時間45分鐘已經足夠 只是進入了保持階段 五年前一球的情況也不需要急 保持球 如果上半場也要進入 再聽聽米露天途 有甚麼辦法教他們可以多贏 或起碼保持勝果 楊博 上上下下就很多了,楊博 但保持一分鐘 還有機會 楊神 以為有隊友上來接應 但很可惜這個球原來沒有 這個球是白白送給人 楊神效力德國法蘭克福球隊 教組一直都說進入球方 楊神沒有進入球 但他回到國家隊之前 在他效力的法蘭克福球隊裡 是進入了一球球 看看這球 十五號馬蘇德的速度 這球真的相當驚人 一推就去 但剛才他投訴求證武佛 就說楊博推他 另外我們看到安琪 已經慢慢來 我想進入球球 領先的形勢 可能對他的心理有些作用 因為他剛才也有出錯 但一會兒 我想他已經定下來了 因為起碼壓力沒有那麼大 所以安琪今年只有二十歲 龍門來說 真的可以說是大賽經驗都上淺 雖然他說是國清隊的隊長 好, 球證 雞聲在上半場的法定時間 已經結束了 中國隊憑著旗運 接近臨沿上半場的一個頭緒 將紀錄打開了 中國隊是領前1比0 好, 我們這個時間休息一會 好, 我們先看看 好, 請見 大約和無法素 I have an idea. Come here. OK. When all this is over, let's get away for a while. Go somewhere beautiful. Lays around, order room service. What do you say? Fool around. 想說這麼容易? 我就喜歡在這裡吹吹海風,喝一下東西了. 我看見現場,其實也有很多中國的涌燈在這裡,我們看到. 奇宏,上海新花球員. 今年是25歲,剛打之年. 好,一線,剛剛好. 不遵的交情,不遵的朋友,泰山啤酒,啤酒... 可以控制飯的幾件了。 看來下半場即將開始,看看中國隊是否怎樣做了. 中國隊怎麼做呢?還要看 但是阿聯酋已經有了調動 19號的球員艾加斯已經調進場了 看來他們可能要加強攻力也不一定 因為一球落後的阿聯酋 如果這場球贏不了 他們的出線希望已經是微乎其微 只是很勉強的數字上可以 而中國隊贏了這場球 中國隊基本上已經差不多一隻腳 踏入世界杯決賽周 阿安仔, 你認為他們下半場 阿聯酋會怎樣做? 我想沒得選擇, 一定要極力搶攻 因為你要在最快的時間裡 先追上一球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時間越久, 就對中國隊越有利 我想下半場應該會搶的, 阿聯酋 看來在螢光幕上 又攻了穿起紅衣作客的中國隊 在下半場的條件很有利 下半場也是首先開球 我希望中國隊穩得穩 防線縮後不要說中場也不要 其實是說給防守 其實在半場中也開始 是可以緊貼一些對手 只不過不是說縮在後面 因為貿然縮在後面 有時你以為我, 我以為你 我以為你誤會更多 好了, 下半場的比賽也已經開始了 剛剛看到中國隊大舉一張球 在前面打算讓楊神去掃 那倒是太大力了 好, 打力衣, 加油, 打力釘進來 李鐵, 回到後面, 離衛鋒 原來是帆志祭 今天踢球的時間也不太多 但後方肯定是起到一個穩定軍心的作用 馬明瑜, 大腳踢到這個屋 剛剛被對手解圍出來 看到頂部就是二號的球員伊比謙 弗哈德, 拳到前面 真的看到他們不急, 先拿著球 仍然暫時還沒甚麼改變 弗哈德, 現在看前面, 抖抖去 我才看見七號的武特拿著球 最後看見安琪不敢怠慢 大腳把我那個解圍 追伐了 看到八號的阿爺沙爾搶球 在後面拔拔的對手 慢近, 再看托海東回來 已經得了個位子 阿爺, 阿爺沙爾是有犯規的動作 雷斯當然緊張, 這個時間 但看到上半場已經是三番四次 走出來的場邊向球員教老 好, 右邊的進攻 想說一個直線側向前面掃 但大家也有點誤會, 看來 伊比謙 好, 沒想到, 不打短的就打場吧 走過去打一打 這個球要射一點 這球要射一點 如果中籠十八號, 看到就是下等 中籠的話, 其實威脅力也不是那麼大 如果拉一拉尺角 三十多碼, 四十碼都在打頭 這個球反而如果他打球才害怕 可能打球就完全掌握進去 中國隊仍未受到很大的威脅 幸好安琪也看來已經冷靜下來 比起初開始開賽、初段那種 對指揮後防汪彥做不到功夫的情況 已經有點改進 中國隊有一個佛球 四號的法哈德, 就說 我沒有犯規了 但其實肯定是犯規的 中國隊有一個佛球 看來中國隊也會慢慢來 四號的法哈德 這個球如果拿著王牌 就已經下場又不能打 不過如果這場阿聯酋贏不到的話 他下場能否打不打 其實對他的影響已經不是那麼大 因為他的出線機會實在好味 這個球明顯是掃腳 可能他太心急了 而葛海東也很棒 這個時候抓住他 你一扣我就會掉了 慢慢打慢的節奏 看哪個佛球專家去射了 因為很可惜 吳成英要停賽 否則有個佛球專家在這裡 這球可以死 一拉橫反之一著射 但那球按就按得很漂亮 但散到對方的後圍 再放進去 你下來有機會 對, 竟然這球完全像慢鏡頭那樣的動作 旗橫已經空了 大家留意一下, 球再放下來 有很多時間, 一按一按 剛好被門將捱到拉, 托到 現在沒有越位 也是後上蓋上去的旗橫 但很可惜這球竟然在這麼好的機會之下 就不能把握到 如果2比0就好, 安仔 這個球真的相當可惜 他其實射得很漂亮 剛剛球的去勢的位置 是在龍門的手邊被他養到的 李鐵斬, 看到這邊 埃杜拉雙脫打出 看到有中國隊的球員 躺著, 可能撞到一下 球證馬上吹停了, 已經… 你看看這是李偉峰的 李偉峰蓋上去時, 可能被人打倒 被龍門打倒, 他們一撞之下 看看到底是哪個部分撞到 現在看起來, 起不了身, 這麼辛苦 李偉峰可以說相當硬 但他也受不了, 慢鏡頭再看 這個鏡頭就看不到, 停了 停在這裡, 看這個方向就看不見 可能手肘的部分撞到臉 可能是, 頭部的部分 李偉峰是深圳科見的球員 這次相當年輕, 只有23歲 剛才球證證位的情況很嚴重 所以他在不是死球的情況下 是吹停了, 看看李偉峰的 所以現在是一個公正球 重新開始比賽 好, 後面進去的艾加斯 兩下插花去不到, 彈到後面 快, 馬上轉方向我這邊後場 好可惜又這邊斬圈酸計渴 已經等你來了 安琪, 大腳踢去前面, 踏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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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再看一次之後, 半場還沒到 已經出街了 這個情況下也看到 亞聯誘的球員有點心急 想快, 但快得來就失去了 還沒過半場, 已經大腳 打算接下禁區 但也沒有球員接應 好, 安琪, 大腳又踢回前場 好可惜, 我們看到 如果只有楊臣一個在這裡 賈利爾 這邊看到, 馬明雨上去跳跳的時候 對方根本不是頂方 整個跳上去是阻礙馬明雨 要求球球 如果球警吹罰了10號的雷舒德 七五五天 三六… 中角都是佛球 我們的教室已經說過了 高空優勢是有的 條往佛球…死球是有點優勢的 現在準備得好 好, 大腳太力氣了 這球 看到凡志毅也殺到上來 我下球的球太力氣了 凡志毅已經是… 追到盡, 底線前 都緊緊地漫到球 還是頂不回到中間 楊鎮, 前幾天為自己德國的法蘭克福 入球球, 打開了他的入球方 看看這場分如下時間有沒有機會入球 楊鎮想說再去, 困兩困右, 被對手困得住 好, 轉方向, 15號 想像威脅的馬蘇德, 楊鎮 大去之餘, 也看到齊弘也馬上知道 這個有了道, 馬上去幫忙 把他的球給過分 轉了方向, 已經左手邊了, 下得 一腳伸線上, 傳到前面 下姆鎮, 但這邊看見好東西 朱繼海打鵝包, 球也拿去 雷鎮, 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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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鎮, 球帶回後面 雷鎮鎮, 打聲地推了十幾二十馬 一傳的方法 一傳就傳得一般 有最後車隊, 另一傳的方法 滲到右邊的孫繼海 你鐵 這招跳過來, 這邊就是 海鎮的深奧, 拿得很漂亮 但球那邊旁正的旗 原來這組舉起了 投正也是馬上催佛 雨慧 其實阿聯友的總職性 也不算十分強 拿著球球員的走位配合 不過支援也不是做得相當好 變成中國隊暫時的防線 除了有些掉進去的球 有些不留神, 雖然威脅 其實挺好踢的 正式來說是對的 因為事實我們看得到 他並不是整體發揮得那麼好 以及踢得那麼好 中國隊其實很有資格控制他來踢 只不過在右邊的15號馬蘇德 他的個人能力比較強 是可以做到一些威脅性的傳送 或者是個人突破 安仔的意思是 如果中國隊能夠控制這個 在他們的右路進攻路線裡 控制得好 說到他不讓他進入底線 不讓他發揮他的速度 中國的後防受的壓力將會很低 絕對對 而且事實也看到 他們的組織能力真的不強 就像陳炳安所說 很少見到他很漂亮的組織 好像球球給了他 不過已經是裝了越位 就是說阿聯酋又是跌進越位陷阱 剛剛沒有裝得到的 這個球 荷蘭的教練雷斯非常緊張 我相信他一定很緊張 因為剛剛上任 如果這場球輸了的話 他的作用就好像立即失敗了 下半場的開球來說 大家都看到 其實兩隊都比上半場積極了 為什麼呢? 你看到那個節奏 都明顯比上半場快了一點 直接了一點 是 很多球還是打上去 但我想中國隊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滾出來 我有機會打擊 打擊, 搏上去放一搏 但是阿聯酋似乎他們的組織能力 就不算很強 就變成他們搏上去的球 就不太準成了 大家現的位置、搏的球也不太強 除非是個人突破 因為中國隊如果他用相同的打法來打 他壓迫著阿聯酋 阿聯酋除了他要應付中國隊來攻之外 相反他要反攻的情況 他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如果中國隊還放山讓他來打 其實對自己來說是不智的 沒錯 中國隊又拿到一個空球團 尊敬海, 又再轉個方向 楊撲 上半場可以說是唯一中國有些漏洞的球員 在左、後方的方向 馬明宇 放到最遠的, 但球不到 雖然看到有自己隊友在那邊進來 這球球大意了一點 李鐵的球是… 浪得不漂亮, 這樣輸了戒外球 其實都比了大意 十八號的就是夏特 是阿聯酋的左邊的進攻球員 但是看他一年無奈 只好沒有隊友幫他 終於找到自己隊友幫他了 回給他 然後艾家師想送進中間右室 這段時間我覺得中國隊在中場 已經壓迫得好一點 變成你不會讓對手那麼輕易 你知道, 現在阿聯酋可能有球就滾了 你給他十球球 給他扶輪, 放兩腳, 漂亮的 一筆流神, 這樣就沒有好處了 其實有足夠的體力 身材也有那麼多 不需要縮到後場的二、三十馬 給別人打亂水壺戰術 好, 大腳丟到前面 好, 那時候又不到位 馬明宇跟對手的十五號 馬蘇德再困之後 馬蘇德大腳丟到中間 太好了, 撐得好 撐到前面了, 還未解圍這邊 對, 開中開, 跟對方扣了一堆 旗宏了, 最後球證是… 是這次比賽, 繼續 馬蘇德 也看不到阿聯酋的球員 走位配合得真的特別好 好, 很多時候都是打個人 或者所謂單線足球 誰走就給誰 沒有說太多變化的組織 暫時看到太多, 看得到不多 對方扣了一堆, 反正把球都放上來 被孫季海 好, 馬上抖到前面 這邊抖得漂亮了 放在前面, 沒人不給他 反應圈 撐回旗爭, 再送到前面 國外東 國外東做出好東西了 沿著了, 砸砸的聲音 六號, 國外東有機會 糟糕了嗎? 對, 但已經出界了 國外東這球球已經撞到撞 但對手六號, 賈利爾追到他 還有一個球 想要在底線前撈出來的時候 已經出界了 只有一步 其實這些情況將會不斷出現 因為如果阿聯酋不斷攻擊 後方的空位越來越多 以國外東的技術, 陽神的身位 其實這些機會可以繼續 在將來的比賽時間裡會看到 中國隊, 我想他們在後場搶走的球 從手轉攻的時候 如果全球處理得好的時候 其實是郭外東 好, 看這球球馬蘇德 被他壓著入禁錄 有傳出來, 安琪拍高 踩為最後好載 這球球也有危險, 又是馬蘇德 這隻快馬也算厲害了 所以說, 其實阿聯酋是獨孤一味 只有這個球員可以製造機會 以及替這個阿聯酋有機會斬平 就是右路的進攻是最大的威脅 唯一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就是兩位中路大將 在這種情況裡, 他會包抄距離太遠 給他太多空間, 他有機會突進去 你看這個角球是怎樣的 下一個球 右腳內彎, 安琪, 結束了 1.92米的身高 走出來小禁區而已 我想要頂得贏他, 挺難的 大腳踢上去, 可惜又是… 差了一點 打得又來了, 沿著左路 馬上出來了 好, 幸好太切緣了, 已經做了安琪 原來兩邊都開始了 阿聯酋開始在兩邊拆動這個攻勢 事實上中國隊一定要小心一點 好, 楊臣, 可以順著散 我們散的時候, 這球球真的射到無譜 看來應該是散了對方的球員 沒錯, 散了對方的球員 是出了底線以外的 你看看中國隊會作出一個調動 已經是後備球員在場邊 很新, 隨時準備出場了 不同樣子, 看見 阿聯酋這邊也作出一個調動 二十個球員 貴漢已經準備入場了 相信是等待這個角球 雙方的調動就會馬上進行 好, 企圍 軟住落頂到 你看見, 李小柏已經退出 接下來是八馬檢的K角位 撐出來, 一頂給對手 力格之下的球是頂得不太棒 看來下半場就踢了十六分鐘 中國隊的形勢似乎挺理想的 是唯一一樣的, 像我們上半場都說了多次 就是左邊的後防問題 除光, 看來這方面 你估計中國隊會否有些改變呢 在換人方面會否針對這個情況呢 先看看這個球員 阿聯酋的球員拿到球員 可惜十九個的艾加斯 撩上自己去 幸好范智藝的位置好 得了位, 先解圍 又是阿聯酋的空球拳 又專門來右邊 一定是他的 一定是馬蘇德 又給他, 看他怎樣去突破了 調去中間, 但過不了呢 范智藝 秘宏 仍然可以去, 比他直線 沒有意味的 郭海東, 但是過不了呢 范智藝的位置好, 要是躺在那裡 把球撐出來 落在阿聯酋的球員腳下 先把球員給他直線 厲害了 李偉峰剛包得到 否則有些危險了 8號的阿耶沙爾就吃進去 說回剛才的問題, Sandy 就是他左胃的防守問題 如果范智藝和李偉峰 他們在中路的手掌 是稍為多加點留意 是補一補他的位置 其實來說是可以堵塞到的 應該是可以, 我覺得 因為起碼你只要肯包他就可以了 是吧 但問題是剛才幾次 都似乎包抄距離太遠 下半場阿聯酋已經是第二個角球 但是近處過不了中海隊的後衛 孫孫季海首先解圍 再彎一下 左邊有一個可以拿到的球 仍然拿到的, 還沒出界 彎過來 過不了這個李偉峰 19號的艾家思猴在後面 再有機會射了, 危險了 18號的夏特 這個球還好在按得不應 那球彈出, 扔他外面的時候 然後他在後面蓋上來 而後衛又出得慢 幸好球是吃得不太漂亮的球 要不然就危險了 剛才出來的後備換入的10號的球員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這個情況 就說害怕就害怕甚麼呢 害怕經過的防止人力多 但是不清楚 剛才看到… 好, 先看看這個調動 11號, 進來的就是這個位置 你看, 於根本進來之後呢 會否可以幫助到中國的防止 可以有些改變 但是於根本是持風來的 可能呢, 楊臣呢 因為他臨開賽之前 還要坐貨機去到這個阿布達比 去到這個阿聯酋的地方 可能他的體力是未必有那麼好 還要回復得那麼好 所以你搏完這段時間 這40、50分鐘已經差不多了 那也可能是比較生血出來 在前面看看能不能做到一些 比較速度快一點的東西 郭海東 仍然是郭海東 但是呢, 那個球是太多了 結果呢, 被對方逼了 現在呢, 脫掉了 下個聯酋的反攻 發揮速度推得很漂亮的 但是呢, 可惜呢, 就是美人到 再彎在中間呢 那大家呢, 一空之下呢 就彎到右邊 但是再送進去呢 這個十球的艾加斯塑 中間呢, 益了中國隊的後防 好, 一定在這個時間慢慢搓了 仍然去到… 這陣子去得很漂亮 慢慢進來, 這一陣子有氣有力 但是幸好就是… 很不幸運 這隊的十八球包到 不要緊, 這段時間呢 我想中學隊最重要是縮後來 先縮後一點, 填滿空位 又是等他在這裡搓 好, 下凹在左邊, 但沒給到 十八球就是下凹 這個人一定在左邊看到的 右邊一定是十五號的馬蘇德 但是看來猜來猜去 結果都是一定要猜在右邊的馬蘇德 才可以有作用 又是他可以推過了 看看他能否下底線 不要撲他, 楊撲 危險啊, 波 挺大意的 不過攻勢的來源又是在右邊 慢進來看看這球球 馬蘇德, 找我跑出來 竟然看到艾加斯移出來的時候 中國隊的兩個中路的首長 都在這裡 大家看我, 我看你 其實也不知道是一次的 是三番四次的出現這種情況 這方面我相信中國隊的防線上 在這方面一定要改善 如果不是, 接下來還有三場的賽事 如果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是失球 就真的很不值得 因為這些是一些意識上的問題 絕對不是技術和體力上輸給對手 只要留心一點 集中一點的時候就可以改善了 其實這方面我覺得應該要逼鐵馬蘇德 不要讓他有機會上腳拿球 不要讓他有機會轉身推過來 因為他一上腳拿球 然後還給他機會轉身推過來 他就可以每次用速度過 那楊博反而是踢得簡單一點 去逼他 但是如果你在整場比賽裡面來說 事實上很難做到 真的打得這麼貼 因為你在中國隊的情況 就是說他們的進攻 楊博也要上 所以在你回來的時候 他也不會說… 就是你對手的對手 是他去哪裡, 你去哪裡 在整體的打法來說 他不會這麼做 絕對應該是看著包抄的方法 做得好不好 沒錯, 其實今天真的… Semi, 你也說了很多次 包抄我們還沒見到一次 一個很清脆的左腦 可以包抄楊博的工作 處理得比較好 楊博也始終是一個比較… 國際賽的經驗比較淺的球員 他面對著一個…除了有速度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馬蘇德 他的技術也是不錯的 你貼著他, 又被他繞兩條 隨時過了, 你想追也不能追 離身, 他全球出去 或是他有個人的能力 其實他也有辦法 可以製造一些威脅出來 所以說包抄是… 遇到一個能力比你強的球員 你一定要兩個打一個才有好處 好, 看見了這個時間 康正舉了一支其一士的換人 好, 6號的李鳴 入替9號的馬鳴宇 李鳴就是大便室得的球員 他被稱為衝動迫涵 這個球員在右腦的進攻能力 是相當強的 前中一腳也有板有板 但他進來之後 可否利用在前場的牽制能力 減輕中國隊的防線威脅 其實如果你說前面控制得好 某種程度上 對自己球隊的防守是有幫助的 你不用每次縮起來, 任人地踢 來吧 我始終覺得這個馬鳴真的太鬆散了 好, 球球看著 孫繼海差點被巴基茨 在他的頭頂壓住, 頂到球 幸好最後一孫繼海身位也夠 你又一轉 走到孫繼海就盲了 孫繼海, 看不到… 巴基茨走向後面, 準備頂球 沒有在最後那一孫意識上 球是到的時候 自己跳一跳, 有動作 我甚至懷疑龍門可能很喊他 完全沒有提場給他 後面有球員趕進來也沒發聲 所以他可能大安置疑 否則這球球可能不用這麼危險 還有一件事可以看到 幸好阿聯誘的前鋒 他的頭脫真的不太好 這些球如果是英式中鋒 我想就發達了 如果英式中鋒, 威脅會很大 但我看得到像中國隊的一隊中路首長 他們對於兩邊出球 他們會比較著意 在中間是標準中鋒的兩個球員 很少橫向他包 要包就是要他們兩個中場球員 跟兩隊後衛互相配合 好, 看見了 阿姆特想做個個人表演 推左推, 右推, 左撬右撬 推成沙馬上位 拉弓馬上散去 可惜球是按不住的, 炒高了 又讓中國隊先休息 安琪大腳把球弄得很高, 很遠 過了半場的球 可惜自己的球員是頂不了球的 好, 這邊的球是… 凡是浪浪, 都不敢怠慢 馬上掛出去 但又落到對方球員的球下面 這邊又來了, 馬蘇德 楊博在前面已經… 其實已經有球員 好, 看這球球漏了後面 幸好, 武特也不可以立即爭取 這個時間射球 把球拿回後傳出去給自己的隊友 武特 五方向, 又被他往這邊 馬蘇德, 扯到楊博 都縮到後面了 好, 大腳踩中間 但我看見這球球很明顯 馬蘇德零零丁丁 一個人是站在右路的 但楊博基本上應該是他對著他 沒理由就說… 你可以說在右邊的球 你不用這麼謹慌 他拿著球的時候 都沒有意識出去包吵 因為他完全沒有人錄 中間也有足夠的球員在裡面 有時候你越害怕他, 反而就越驟忌 縮了一群人在禁區裡面 被他扔好那個人 你以為我, 我以為你 這就真的很麻煩 尤其是一個很明顯你看到 他是最大的威脅的球員 沒理由在他那麼輕鬆 完全沒有人包吵他 中路大將, 譬如像范志毅 這麼有經驗的球員 應該一定看到這種東西 而中國隊其實我看 唯一一個可能輸球的機會 就是在右邊去輸球 否則我看不到阿聯誘 他有甚麼其他的突破機會 可以做到這個機會買 其實現在阿聯誘 在下半場來說 都是在兩邊那裡製造機會 尤其是右邊 我覺得楊博可能是位置上的問題 就是在馬蘇德的位置上 應該要小心點和集中點 你看到阿聯誘也做出了一個釣洞 三個環的名價阿聯誘就用光了 你看到餘下的時間 到底會有甚麼變化 你看到郭海東的球球 是為何要下二位陷阱 什麼ology? companies 是絕對 wyd 看來嗎? 絕對 德國 真正的威脅給中國隊 其實中國隊偶爾有疏忽, 令對手有機會 羅里明, 進來暫時踢球的機會 也不是太多 也要看今天執法的亞馬亞球證 比達加斯, 今天的球證執法也算不錯 認真說算不錯 在這場賽事裡也沒什麼大錯 有時候他給的得益規條也做得不錯 這球球也沒有吹罰, 應該是吹罰的 因為中國隊的球員是犯規的 對, 加蒂一去的時候 看到這邊回到李小柏後面是踩一踩的 你要留意這球球 因為剛才幾下在這邊放進去的球 高空球也是… 阿聯酋可以讓這次犯志藝頂出來 太慢了 這球球竟然間球證就應該出了雞 真的太慢了, 這球有點大意 如果他贏了球, 就不用被對方罰 不用被球證罰, 舉個過高 又是那個位置 等球踢, 球踢的時候 球可以說早一點 看到來勢的時候可以說 早點贏了球來踢 但余偉根可能還未認真投入 希望不要帶來一些直接的威脅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犯規 而帶來一些直接的威脅就不用了 好, 看看這球球怎麼一斬 幸好李偉峰是得住對手 一頂上去的時候, 球證又如何 大家都說你又說角球 他就說龍球球 最後球證了最後就說 聯酋的角球 慢鏡看這球球 一走進去, 你的風阻塞著 大家一頂之下 好了, 這球球真的… 像大家一起去撞球一樣 但不要理會這樣 看看余特這球是角球怎樣 好, 前傳已經看到一球解圍出來 這是李鐵 球證已經把這球球越位了 一傳去的時候 已經是跌了一個陷阱下聯酋的球員 但球證就說李鐵, 你不要這麼快開 太前了, 先把後球放回後 最好這樣做是怎樣 球證這樣做呢 中國隊是正中下懷 因為又可以浪費多一點時間 很明顯, 你已經看到了 荷蘭的教練 這位雷斯已經非常緊張 看來這個情況 對中學隊是有利的 希望不要犯大錯就行了 李衛鋒 轉個方向似乎就… 有點冒險了, 這樣失去了 其實不是很划算的 下聯酋的進攻 一定是轉來右邊的 不用想, 每一次都是馬蘇德 沒有他碰到的球就好像沒有進攻過 看看是否可以了, 艾加斯 彎起來近處, 這次有人包了 但踢球出來解圍之下 又是被阿聯酋拿到 又是馬蘇德 一定過的, 犯規了 這球一定是犯規 是… 球證應該吹罰 是, 球證 其實說真的, 踢球就是這樣 這個1比0的紀錄 就是令阿聯酋要更加積極 所以形成他們的控制 那個控頭拳在這段時間裡 是比較多的 正經, 中國隊要處理得好一點 這球的右邊壓在中間 但沒什麼用 射, 踢球, 還有 還沒解圍, 唯有中國隊仍然落在阿聯酋 他說, 斜仙哥是這邊的 看看怎麼樣 馬蘇德上去, 李偉鋒躺過去 那個球沒力氣下看到安琪的繩 馬上走出六八區 以後, 這個球接回… 中國隊說, 當他們被攻完之後 如果可以搶接球, 怎麼可以用得好一點 我以為這球球球一腳踢出來 雖然好像有危險 其實對手有點大意 如果很快又把球給人家 變成球員, 那個頭還沒休息 還沒看好 又被對方攻過來的時候 其實是挺辛苦的 怎麼可以處理得好一點 保持球, 別這麼心急 有機會我才打好好的反擊 但是中國隊在這段時間 還是要被迫打保守一點 因為他們現在領先的情況之下 被人按著攻擊, 就沒了後飛 好, 這球球是楊霍阿聖 雖然不能去迫馬蘇德 但是步的位置步得漂亮 馬蘇德散了傳中的時候 他們剛剛的球隊是散出底線遠來 馬蘇德, 雖然說 我們相信他都可以被譽為 在阿聯酋裡 看見這場球表現最出色的球員 好, 李鐵在前處 一球解圍先中這個球 但仍然落回馬蘇德球 馬上斬到遠處, 有沒有人到 選界有個好東西 一迎一球解圍先中 球球看見, 射得漂亮 還沒解圍, 幸好這球又頂著 不然這個艾加斯有機會 其實我經常說中場 我們不要太容易 到現在推順 我們都知道他們有這個腳球 還沒好遲才有人逼他 他已經抓了攻擊, 他可以射 這球球差一點, 肯定中勇 低一點就輸了 因為安琪雖然有反應 但已經慢了, 已經跳不起來了 最後在門前就看到 艾加斯, 你說如果再… 不是李衛虎在前面 壓著他死也跳上去 壓著位置, 艾加斯的球球 肯定撿到死雞了 希望這球就叫醒了我們中國隊的球員 因為在過去十多分鐘 事實中國隊的球員 他們的集中力似乎有點鬆懈了 很多時候又有機會, 又被推進來 很多時候已經出現了機會 給很多時間 夏聯酋的球員是想去踢的 又有個危險的機會在右邊 幸好拿不到 如果拿得到的球 加特拿到的球 在那個位置拿到的球 再出來, 中國隊又有危險 不知道是否真的天氣影響 或者是休息的問題也好 或者是心理問題也好 中國隊的截力真的慢了 在後防是鬆懈了很多 安仔, 你覺得怎樣看 我覺得他們的中後場 尤其是後場, 可能是躲得太後 變成中場的球員 他們要出去學他們阿聯酋的球員 那些球員的時候 那個距離會比較遠一點 所以形成就是阿聯酋的球員 可以在中場很輕易 經常都拿到球來吹進來再做 或者起腳射球 看看這個調動又怎樣了 馬上看來米露天奴 也想過這個數目一定要作出調動 因為19個旗環就被調出 看看戰鬥的球員 如果真的低一點, 進了 如果安琪也未能反應到球 即是說中國隊終於逃過大難 但是這個靠運氣的東西 希望在接下來的時間裡 就要修正好後防 不要只靠運氣了 2號的張欣華已經入體了旗宏 張欣華是一個防守球員 看來米露天奴域的意向 希望真的防守性強一點 但防守性強一點就不表示 就說你在中場縮到後面 始終這一球開球不久 我們都在這裡停止 好, 點到李明從後踢掉了對手 好, 五球正這球球網開一面 只是吹罰了 他踢的就是2號的依比謙 很快, 罰球也不要這麼多 時不軟 我可以說阿聯又罰球開出 馬蘇特, 又斬過去 但沒用, 這球球一頭看到范茲 先解圍 馬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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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蘇特 馬蘇特, 馬蘇特, 馬蘇特 看見這球怎麼可能被人 完全在後面 是這麼輕易的 但那球是離他兩三個身位 有多的, 一定是在貼著他 好, 看這球球在中國的反擊點 你貼, 沿如左路 只有他一個 還看到中路還沒人 斬他遠處, 有沒有人到 仍然還有, 卻外東 面對著伊比謙 假的, 對了 強英說有經驗 我不勉強, 外面還有球員 足夠的機會的時候 我就不勉強踢進去 但最後這球球 擴了兩季又被對方搶了 4號, 范哈德 這球球看得如何, 幸好 孫恩華最後咬著那一口 這球球是勾出來的 中國隊這段時間真的要慢慢看定來看 余維根, 余根偉 這邊, 楊撲 給你鐵楊撲 連比獄球也好像慢得驚心 這段時間 好, 二十四號的卡特 一咬就咬回去 人就很多了 但是沒有騙人的, 對吧 人就多了, 中間都見到 二、四、六、七、七個球員 但是圍著在中間, 沒騙人的 其實這樣很危險 一射, 對吧 你給對手很輕易 你拿著球有機會射門的時候 散開你自己的球員的改變方向 你更大事 直接這個球可以輸 如果他按得低一點的話 留意一下他拉著球的時候 是直接可以從軟處進去 他只是腳面拉過去 僅僅是高兩個球位而已 證明, 好像陳炳安健所說的 中國隊的球員在後防人數就足夠了 但是他完全在意識上去部署 而且他抹人的距離太鬆散了 我看來這段時間 但好像大家雙方面都有點鬥爛 看看是爛得怎樣 尤其是中國隊的球員 他們的防守球員 都希望你盡量快點踢球去 或者你盡量出錯或其他東西 否則絕對不可能 防守球員離開你的對手那麼遠 尤其是你看到馬蘇德這個球 如果你一早過到左邊的時候 可以封到的位置 他沒有機會起腳射 很明顯看到中國隊後防 他們沒有一個組織能力 猜不到曾經在英國踢球 現在也在英國踢水晶宮的範志 這麼好經驗的球員 似乎應該是要靠他去指揮球員 是應該怎樣套用的位置 怎樣壓迫對方的前方 不要給他們那麼多空位 但是你完全看不到 在這段時間 每個人都散了 忠後循庸, 大家為止得很亂 希望亂時亂千 我們…我想營光幕前的觀眾 希望不要因為亂 而出現失球的機會 好, 加達, 再次讓隊友巴基治 轉兩轉, 又散了 你看到兇勢, 又看到對手 有個十秒的球員 雷哈爾在這裡 好, 拐到底線 再拐到中間, 看著 你看看, 你看見別人拿順了 你才走過去, 是吧 這樣就麻煩了 所以說無論是壓迫好 釘人好, 甚至乎看到包抄 似乎這場球 中國也出現了多少漏洞 對手說不能夠把球把球送入網 好, 大家拐到 總族隊的球員也很多 但是很多棋 沒有發覺球去了另一邊 或者轉了另一個方向 準備好像也不夠 可能天氣 這時候已經捱到七七八八了 沒辦法, 散不出去 早點走到後面 繞著自己的球, 要幫他 好像真的不太遠 這球是波佛 這個人也狼了 24號的卡加特 鬥失頭方, 踢上去 萬榮, 看一角 這裡, 三號的楊國 被他踢得慘了, 很帥 其實第一下, 他已經犯規了 後面拘捕 第二下, 他有些腦修成腦 硬躺躺下去 可能也是好事 現在對中國隊 起碼可以休息, 有個罰球 但是希望在這段時間 開始, 中國隊真的要在這方面 做好功夫 因為真的看到他的步伐 每個人都要走 因為尤其是後防 那四個球員, 你留意一下 解圍了這球之後 每個人都走出來 不是真的好像有氣力 走出來的情況 這方面在中國隊 有多大的問題 現在希望這個問題 還有幾分鐘而已 距離九十分鐘的法定時間 還有三分多鐘 加上保時, 加上都只是幾分鐘而已 看看中國隊可不可以 就說撐住, 不可以在這段時間 輸球給他就行了 因為試過有一屆世界盃的經驗 中國隊在令前一球的情況之下 最後三分鐘連輸兩球之中 喪失了那屆, 出勝世界盃的機會 好, 看看這球 馬叔叔, 再打他李鐵 一籃, 籃籃, 籃籃, 籃籃 先去拿出來 又沒解圍的佛球, 球 看到了 四號的法拉德黎的時候 後面余根偉又一牙籃籃籃 就知道了, 整份都不是要球 很明顯 中國隊是有點體力不計的 來到這個時候 好, 這球球 看到了, 馬叔叔有機會傳蹤 看看怎麼樣, 看著 這球球真的又是輸得的 馬叔叔的全球很漂亮, 很漂亮的 後上我看到十個艾加斯 零空的二… 你看看, 押出球, 艾加斯在後面 一押, 幸好這邊仍然有中國隊的球員 是捱過去, 阻一阻他 你說不阻他這球球 真的像打桌球或響袋 但就看到一件事了 真的到這一刻 我們都沒見過一個中國隊後防 兩位中路的手掌包抄過一次 圓完全是沒見過一次的 三番四次又是馬叔叔在右邊出球 這次也很夠運 幸好泛芝藝身材好 還可以頂一頂他 結果呢, 令到他可以吃不贏的球 否則已經可以輸球了 完全是參試力 整個下半場的形勢 事實上, 阿聯誘是佔到很大的優勢 因為他們除了氣力好一點 他們的機會, 製造出來的機會 事實有三、四的機會 看不上了 看到了改東拉拉的對手 但對手整個看不到 改東連上了那個球 可惜, 又大意推脫腳 被對手炒過了 好, 出發了 七號的孫繼海頂球的時候 後面是撞撞了他的手 來, 再看 膝蓋哥先去 阿姆特這樣被他遷就了 擺明也是不去球的 不管了, 犯規阻慢他也好 其實也對 起碼讓他沒有機會打突擊 嚴格來說 有時候有超技術的犯規 在四十馬上 其實有些天位的問題也不大 對, 千萬不要在射程法紋裡面 事實上射得一下 看到連游球員 被他推順也不是簡單的 馬蘇德, 游了球, 切入禁區裡面 誰先到, 讓對手先頂到 好, 仍然看到范姿勢 球證趨罰, 范姿勢頂到的時候 看到是被對方的球員搶著腳上去 好, 球證趨罰他起腳的高 其實這球球我看是五球 或者可以睡不睡都可以 可以睡不睡都可以 但不要緊, 在場的中國是自然 一定會開心 因為這樣代表中國隊又可以拖慢一點 又浪費一點時間 看到大中其實已經夠時間 九十分鐘了 差了是補時多少 博海東出界都希望把球踢遠一點 但可惜現在還沒用 因為有很多偷球有一定的球 只要踢出球, 他就把另一個球放進來 中國隊的教育球, 一定會慢慢來 不用說了, 一定是沒理會這麼好氣 拖慢一點 好, 現在這個時間 中國隊只是跟時間作戰而已 好, 讓時間過了 看看球證雞聲響 他們可以…好, 保持三分鐘 中國隊保持球也好 保持, 再去, 有沒有機會 好, 很可惜, 又被對方拖掉了 這根位是想拖一拖的 馬連遊一定要快 現在不能讓他慢 好, 一過去了, 後面有些動作 加特被對手拉掉了 剛才也是吹罰的 慢一點, 看回李小鵬, 懶得懶得懶得 加特純粹當然是下跌的 不下跌也拿不到球 沒辦法, 這個球一定要罰 因為他不拖牠的話 我想讓他帶進去, 危險性更高 好了, 安琪也很緊張 看到要的伊比謙 退到很多步 這球算是射程發威 也看到馬蘇德 走行馬蘇德射, 也接近 這球馬蘇德後幾步衝一閃 我認識這個球高了一點 慢一點, 再看回 一踏過去, 差兩三個球位 這個球 剛剛人長邊過 但這個球如果低一點 安琪應該有些機會是托倒的 因為這個球角度也是一般的 其實球員已經吹罰了, 看球員 大家都好像不知道, 郭海棟 是知道也不知道,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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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卡特, 沿著右路 李鐵, 三個人一起走 楊撲, 卡特上去 楊撲已經吃了個位 最後一撞的時候 狂正直指中國隊的球門球 加油… 中國隊又可以浪費時間 剩下三十秒左右 再爭拖就更好, 又浪費時間 不過肯定看到中國隊 他在後防方面 接下來幾場活真的要小心 尤其是左後防的地方 那個位置的漏洞真的很大 希望如果吳成英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改進 否則其實一點也不樂觀 時間就一分一秒過 陳兵安, 看來中國隊有機會了 我想真的… 如果說現在沒機會, 真是很黑了 真是…不是說黑色三分鐘 黑仔也不得了 這個時間幾大都要頂得住 楊撲, 一頂 李偉鋒, 再大腳解圍 然後對手十二號的雷哈爾腳下 李明已經喊以下犯規了 現在看看李明一定是這樣 比球過不比人過 這段時間事實上也是口防 可能就是口防的漏洞 令中前的球員都寧願幫你拆吃 吃東西了, 我犯規就好過了 好了, 佛球斬馬在省老人場撞出來 又是馬松德 郭海東反後搶了球 但反後, 又是郭海東再比前 好了, 這時候球戰雞勝一響 結果中國隊在這場作客 原球的賽事裡 以1比0贏了對手 贏了這場球之後 中國隊出線 那這些世界杯決賽週 可以說是高暢入雲 郭海東 我剛才去事情 到現在我需要 他們把世界杯決賽 也剩下的 我現在不需要 事件交流 因為我們要來 數據商標, 又能進行 by bwd6